家是我们劳累了一天后的港湾。 我们也常常说家人的爱是最无私的。 可如果你的家人不停地欠债, 你是否会帮家人不停地还债? 近日,台湾演员明道本名林朝璋的哥哥林明洪自杀引起热议。 原因疑似未没有能力偿还高额债务。 1月5日,据台媒报道, 明道的哥哥在内湖山区上吊自杀。 妻子和儿子颈部有勒痕。 经警方判断, 林姓男子先用绳子勒死自己的儿子和妻子, 后自杀。 现场没有发现遗书。 从林姓男子与友人的聊天记录得知, 他欠下两百多万。 无力偿还。 多次表示过自己不想活了。 据了解, 明道小时候的生活并不富裕。 后来进入演艺圈。 常常给家里生活费。 也帮哥哥还债。 但是哥哥还是经常挤住明道的名义到处借钱。 有次, 债主因找不到明道。 闯入记者发布会讨要债务。 场面十分尴尬。 最后, 明道发声明表示。 与哥哥划清界限。 不会再帮忙还债务。 被家人拖累的明星不止明道一个。 张韶涵也曾被父母无数次要钱还债。 他曾因被自己母亲爆出, 吸毒被赶出家门。 事业掉落谷底。 2018年通过歌手节目再度翻红后。 舅舅带助张韶涵父亲接受采访。 称张韶涵没有尽到赡养父母的义务。 没有实现每个月六万新台币和父母各一套房子的承诺。 要求张韶涵下跪认错。 最后, 张韶涵妹妹透露真相。 在一十五岁时。 张韶涵就开始打工赚钱养家。 做过很多工作。 最后在自己的努力下获得成功。 因为反对母亲和一名已婚男子的婚外恋。 他们的母亲卷走了所有的钱财。 并且谎称张韶涵吸毒。 然而。 张韶涵的父亲是一位赌徒。 经常赌博欠债向张韶涵要钱。 张韶涵和明道从事演艺行业。 大家都会觉得挣那么多钱。 为什么不帮家人偿还债务。 赡养自己的父母呢? 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。 他们也是辛辛苦苦地在挣钱。 可亲人的债务却像无底洞。 没有能够还清的那一天。 以前。 明道帮哥哥还钱。 哥哥不知感恩还变本加厉。 以他的名义借钱。 张韶涵的亲生父母更是过分。 不停地要钱。 想要搞坏张韶涵的名声。 这样的家人断绝关系也不为过。 没有亲情所在。 不知道感恩。 只会不停地要钱要钱。 明道哥哥自杀带上自己的妻儿更是极端的表现。 他是否考虑过妻子和儿子的感受。 他们有活住的权利。 却因为他的过错。 全家丧命。 明道在收到消息时。 回应称非常震惊和难过。 我想明道的哥哥如果能够好好承诺不再欠债。 或许明道会帮助他。 然而他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结束生命。 这不禁让我们想到北大博士后王永强事件。 年少时他想要学习。 父母不给予支持和帮助。 后来。 王永强学有所成。 父母开始不断地索要钱财。 让他帮助亲戚。 有些亲人就是这样。 在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。 不会多关注你。 等你有所成就时。 就像千方百计的从你身上索取东西。 家人本应该是劳累生活中的依靠。 大家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 然而。 把自己欠债。 家人偿还当作理所应当是不对的。 不知道感恩更加过分。 这样的家人早日断绝关系也不为过。 大家在为生活拼搏。 都不容易。 不要让最值得信任的亲人伤透了心。 面对亲人的百般无理的要求。 你是会委屈求全。 还是断然拒绝。 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